你预计在半年结前 恒之企稳在100天线流上的机会大不大 以及如何评估如果真的企稳 或者企不稳的话 对后市又有什么提示 昨天的大市成交额 也有2000亿的状况 市场都是憧憬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香港有一个送大礼的期望 可能会不会在通关方面的安排 或者在商贸上提证消息会发布 所以令港股的投资气氛都不错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过多几天就已经是月底了 企稳100天线暂时去看的机会 都比较高 但其实100天线对应150天线 差距不是很大 100天线大概是21,800点位置 至于150天线就是22,400点附近 两者之间的差距大概是600点左右 所以我相信未来比较大的挑战就是 看看可不可以再进一步上市150天线的位置 如果不是的话 又会继续在两条平均线之间的一个摆动 变成波幅的区间就几百点 就是属于一个偏低波幅 不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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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一个备小时呢 下一个不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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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